我觉得我在大选能够赢 然后我曾经说过 我觉得费宏泰他是有危险的 那但是这个我也拿出具体的数字去做分析 也不是说我今天很嚣张 然后我就讲一个说 我一定会赢 但他不会 不是 是因为我认为民进党的潜在对手是 台北市员许淑华 那我在这几年之间呢 已经掌握了很多他的相关资料 哦 对 所以我甚至有一本相簿叫做许淑华 我可以偷偷给光晴姐看 证明一下 真的有这本相簿 不能给大家看 但真的有 本来是你跟费宏泰之争 就已经新闻闹得很大 可是万万没想到 一次出来八个连你在内 现在目前是八个 目前是八个 还有更多 还会更多啊 那所以他就会造成一个集体印象 所以已经不是喊世代交替就可以解释 取得这个正当性 一次要跑八个 而且我翻出就说 有的人像那个钟小平啊 他是不是在考虑就说 我辞掉市议员 又有这个呼声啦 那代职参选 选不上又回去做市议员 一般社会语论或是社会观看 更不能接受 所以其中不乏有人讲说 那我就背水一战 我就辞去这个议员的身份 我查过了 我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相关的附带的条文 但至少这个他有总额限制 他有选区的名额限制 否则的话不补选的话 选区你们选上市议员了 去选上 再去选立委 而当选的话 选区就会现成会少 至少一个 因为你们一区可能一个嘛 现在国民党在全部市议会的席次 61席里面他占31席 如果加上其他五党籍和新党的是十字过半 那你们的市长蒋万安啊 他现在是国民党的市长 他在我们讲府会关系 府会关系 他在市议会 那某种程度你们的角色很重要 那如果没有十字过半的话 所以这篇写到是说 那小鸡争相转战立委恐将半岛奖万安 就这观点了 小鸡你先回答这个部分 那第一件事情国会更重要 国会其次没有过半的话 那甚至我们选了这么多的县市 这个县市长 那他们拿不到中央的资源 然后呢每次都被中央卡关 各式各样的事情跟中央协调 跟中央拜托都没有结果 那更糟糕 所以我们要帮我们的县市长 第一件事情是国会要过半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呢 其实那么多的议员出来选 我们现在只是在国民党的初选 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么多人 比方说假如一个选区 我以大安区来讲 大安区可能就有三四个议员 出来挑战 那只有一席可以代表出战而已嘛 那所以说根本不会说 八个人 八个议员跑去选的这个情况 我算过 可能三到四个不到 好那 而且 有的可能不见得最后在大选能够获胜 所以最后离开的人 保守一点估计的话 可能就是两到三个 所以并不会影响到那个 影响到这个议会的袭击 2020年 民进党非常多的议员是转战立委的 那也没有引发任何后续的批评嘛 我就讲高嘉宇他从议员转战立法委员 那大家也觉得他更上一层楼 为港湖区的民众服务 好像似乎大家也是持比较正面的态度 而且也不止一位 那基本上就连 就连我们现在的 我 废宏泰委员他当初应该也是从议员的身份 往上选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两个应该是在一个同等的那个 标 标准上 好 你太聪明了 那巧欣您在座 你有没有考虑干脆辞掉 是议员然后背水一战去参选这个立委 这样展现你的决心 更冲击那些世代交替 而在你们国民党这边 死水一滩的这种 初选当然是不可能啦 因为你有没有那个门票都不知道啊 那初选过了之后 有非常多的这种各种的情况啊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 就是要看当时的情况再来决定 就像蒋万安他也是看当时的情况嘛 他一开始选的时候 他也一直都没有辞掉立法委员嘛 那也有些人抨击他 那他也不在意就继续做 然后一直到最后关头的时候 那他可能看这个情势的状况 他去做了一些判断再做决定 所以我觉得选战的节奏 这种东西它是浮动的 那还是要看到时候的状况才知道 我现在还没有 你有时候说什么都会上新闻 那所以这个我更清楚的请教你 你是说初选前是不可能的 可是未来有可能吗 你有考虑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这我心丢出来的问题是吧 我不知道我就会回答你说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东西非常看选战的节奏 那我不知道我们在大选当中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有 如果就是在 一定的程度情况之下 会做什么选择 我觉得那真的很看能当时的 一步走一步 Stay by step 尤其我们选立委的 还要配合总统的选举嘛 那所以说整体的这个规划 跟配合 还有包括我也要顾虑 其他的议员嘛 跟我同样情况很多 那个我跳出来了 然后别人就 怎么办怎么办 这个是看整体党部的规划 我辞了 那其他人不辞 那你不是相照应吗 会不会变成说 好像我在冲康别人 然后害别人落选 这个事情我也做不来 这我觉得也算红线 所以说要如何去相对应的配合 那如果党部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要求我们配合的话 那我绝对也会遵守 可是我觉得他需要在 选战的后期 看事件的发生到什么程度 我们才有 我才会知道该怎么做 好 那你觉得内战刀刀剑骨 像你们的心目中 大概不怕这些吧 这毕竟的过程吧 还是怎样 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没有到刀刀剑骨 第二个 不管是初选或是协调 那只要有人有意愿参取 一定会有一些摩擦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我们不能细皮嫩肉 到连摩擦都承受不住 这个太细皮嫩肉了 好 精巨 民进党的那个初选 姐你应该看过 杀了那个夺凶 可是重点在什么 重点在选完之后 能不能够团结 所以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公开表态说 我想参加这场初选 而初选的结果 只要制度公平的 我们都会尊重接受 并且共同支持胜选的人 那如果沸宏泰呢 那当然也是支持啊 这个没有问题啊 他有表态吗 就是说如果一旦你出现 他会全力 有那有表态 OK那太好了 我们双方都要表态 那就良性竞争了 而且相对于四年前 四年前有一场是 王洪威跟沸宏泰 真的 那个才是真的打得很凶 我经历过那一波之后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年初选 相当和平耶 我们在地板上碰到 我都会跟他打招呼啊 我觉得我还会坐在他旁边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是 尤其是我觉得 如果我初选赢了 然后我们2024能够赢下来 那不管是沸宏泰去 他去不分区 或者是他进到内阁里面 我会全力支持他 你有把握吗 嗯 你说 跟沸宏泰委员初选 我当然有把握啊 当然有把握 但是他也是非常强劲的对手啊 嗯 就我有把握 不代表说 呃就是这个 最后结果一定是怎样 因为选举过程没有人 在得到最后结果之前 没有人知道结局是什么 所以每一个人都很努力的在拼啊 是 所以我不会对沸宏泰放水 也希望沸宏泰不对我放水 那秦桧秦卿议员 他又没有面临竞争嘛 嗯 他也没去选立委 那他为什么这么激动呢 你觉得 他叫 他说你们这一群小鸡乱叫啊 其实我不太知道 他是什么理由 因为我在 呃地方上我碰到他 我也都对他还蛮有礼貌的 那但是他好像说我是什么 没水准是不是 没水准小鸡乱叫 嗯 我是不觉得 我的发言有到没水准的地步 我这个人讲话 以上就是比较 刺激一点 然后会有很多标题啊 或什么的 确实是 可是 好像没有到没水准 如果他觉得 再多骂我两天或三天 会让他觉得更爽的话 嗯 没有关系 因为我不会因为这样 少一块 他现在声音很多啊 我不是玻璃心的人 我不是一个玻璃心的人 所以我不会因为别人批评 然后我就跳脚啊 生气啊 难过 都完全不会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baby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